第三讲是侍奉的操练 脚底是一位银行的总裁 有一个分行的经理 有一天卷款而逃 躲避在墨西哥住了好几年 然后有一天他突然间出现在你面前 承认他的错误 请求你原谅他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安排一个职位给他 你的答复会是什么呢 No way you are all through 不可能你已经是无药可救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回答 我们很感谢神 因为我们的神并不是这样对待 那些时常犯错背逆他的你跟我 相反的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 他是满有恩典 怜悯的神 他是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我们的神也不放弃他那不成器的子民 神不放弃他那不成器的子民 他在旧约和西亚书里头 对那些悖逆他的以色列人 他的选民 他的百姓这样说 伊法尼啊 我怎能舍弃你呢 以色列啊 我怎能弃绝你呢 以色列啊 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我救赎 医治你 甘心地爱你 我们的神实际上不放弃人的神 他不放弃那不成器的子民 今天的神 我们的神 也是同样不会放弃我们 不会放弃他的儿女 主在约翰福音书13章一节 这样讲说 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没有止尽 endless 没有止尽 爱到底 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 我们不顺服主的时候 我们的主以宽容忍耐 来呼召我们 来招呼我们 要我们离开罪恶 回转亲近他 侍奉他 好让我们在侍奉里头 使人门福 自己也蒙福 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 约拿书第三章的经文 让我们了解 神是如何的赦免约拿 继续的使用他 也了解约拿是如何的 顺服神 服侍神 那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同样的 我们在之前看见 在第一章当中 神呼召了约拿 前往宁立为 去宣判审判的信息 但是约拿 因为爱自己的百姓的缘故 不愿意看见 他们的仇敌 宁立为人 有任何悔改机会 所以他就决定搭船 逃往他失去 他执意地拒绝 神的旨意 以至于神 兴起了大风浪 大风浪来管教他 在围棋当中 约拿临死也不去 宁立为传导 他要随手们将他 投入海中 结果风浪就止息 倔强逃跑的约拿 神安排了一条大鱼 吞了约拿 为了是保留他的性命 不至于淹死 在第一章当中 我们看见了逃跑的约拿 从他负面的教材当中 我们学习了顺服的操练 在第二章当中 约拿在鱼的肚腹里头 悔改认罪 向神祷告许愿 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在第二章里头 我们看见了 祷告的约拿 也学习了祷告的操练 现在我们所要看的是 第三章 也就是侍奉的约拿 然后我们要来学习 侍奉的操练 那我们打开我们圣经 到约拿书第三章 我们先来读的是 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 约拿书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 我们找到以后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来 耶和华的话 二次临到约拿说 你起来往尼里为大神去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 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 往尼里为去了 这尼里为是极大的城 有三日的入城 约拿进城 走了一日宣告说 再等四十日 约尼为必亲父了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的神 再次的呼召约拿 神的命令 还是跟以前的命令 完全的相同 神要约拿前去尼里为 向他的居民来宣告神 所吩咐的话 也就是四十天之后 尼里为必亲父 那这次约拿的 这次约拿就顺服地照着去做 他前往尼里为 向其中的百姓宣告 城将毁灭的预言 可见约拿前往尼里为的侍奉 是回应了神的呼召 这也是让我们了解 第一个我们在 侍奉的朝铃当中 要了解就是 侍奉是回应神的呼召 在第一节当中 神的话 第二次临到约拿 神主动的呼召约拿 也给予他再一次 侍奉神的机会 在这里我们看见的 侍奉的真理 那就是神主动地 拣选我们侍奉他 通常我们会觉得 在教会当中也好 团庆里头也好 当中有事工的需要 而且我们也觉得 可以做的话 也有时间做的话 那我们就去做了 这就是侍奉 假如这种观念是对的话 那我们侍奉人的心态 就是我是在帮助教会 帮助团庆 也就讲说 我们是在帮助神 那这种心态带来的后果 就是人的骄傲 是神所不喜悦 所以当我们了解 这个真理之后 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 圣经的教导 让我们知道说 是神主动来拣选我们 邀请我们与他同工 那耶稣在约翰福音书 十五章十六节这样讲说 不是你们拣选的我 是我拣选的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们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这节经文也是 二十五年前 神对我所发出来的呼召 让我了解 不是我拣选神 而是神拣选我 在神国的侍奉当中 是神主动来呼召我们 来侍奉他 只要我们的心态是说 我来帮助神的话 那这种心态必定带来 人的骄傲 人的自益 但是我们神 不要我们献上这种的计 神乃是要我们献上 反计完全的献给神 那圣经当中 弗利比书第二章十三节 也这样讲说 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乃要成就他的美意 是神在我们当中 给我们负担 也给我们看见意象 看见事工 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回应神 那里头的智慧跟力量 也是从神而来 为了是要成就神 他自己的美意 约纳是旧约当中的先知 他做先知 不是自己自愿做的 而是神拣选他 呼召他做先知 事实上在圣经当中 每一个先知 都是在服事之前 和神有过争辩 因为他们一开始 都会有怀疑 忧虑惧怕 事工这些的繁重 危险等等 而神在当中 一再的印证 感动 甚至吹逼之后 他们才服事神 从摩西的例子 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 神呼召摩西的时候 摩西一再地推脱 不愿意接受这呼召 直到神发怒了 他才愿意来服事 所以让我们了解 一个服事的人 是受了神的呼召而来 而不是我们帮助神 这个观念将会决定 我们将来服事的品质 以及他的价值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了解 神是主动 我们是被动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是他的使女 在旧约的宣知当中 甚至有很多受逼迫 甚至受害的宣知 那旧约的宣知 乃是神所拣选 兴起来的仆人 在特别艰难的时刻当中 传讲穆古城中的道理 警示的信息 好让百姓能够回转归向神 所以你可以了解 先知的侍奉在旧约 是极大挑战性的服事 很多时候是需要 冒着生命的危险 那在这里我们看见 约约先前是逃跑的先知 他不愿意顺服神 但是在神对他百般的忍耐 宽容之后 当他悔改认罪之后 神就再给他一次的机会 让他来服事神 在当中我们看见 神的宽容忍耐 那今天神也是这样的对待 我们每一个愿意服事他的人 所以让我们了解 不只是神主动 神也屡次给我们机会来服事 神也屡次给我们机会来服事他 我们信主之后 神就呼召我们侍奉他 他要我们把得着的救恩 介绍给我们周周的人 或是安排机会 使我们可以在团体里头 教会当中 能够来参与服事 做见证 慢慢的学习服事主 然而我们常常会因着忙碌 惧怕 甚至一些还没有对付的罪 而不愿意 不敢 不能参与 侍奉 但是我们主都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不会放弃我们 他屡次给我们机会来服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在乎的事情 是我们的圣洁 因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1节 已经告诉我们说 人若自杰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主会借着周遭的这些的环境等等 来提醒我们要成为圣洁 好除去我们身上主所不喜悦的事情 好让我们可以成为合用的器皿 因为我们主在乎的是我们侍奉的人 而不是侍奉的工作而已 我初出服事主的时候 也是蛮骄傲的 那时候我在青年团企头服事 在服事当中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有一回 我就对那时候的团企的主席 不是师母 他是副主席 对团企主席发出一些的埋怨 因为在聚会的时候 总是看他煽煽而来 等到他要报告的时候 他才会出现 前面敬拜的时间他都不在 所以我就找时间 私底下就跟他讲说 你不能这样做 你见证不好 大家都看在眼里等等 用意是好 但是有问题 我不是这种地位的人 可以跟他讲这些话 结果呢 他就生气了 然后就告诉团企的辅导 辅导就把我叫去骂了一顿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受委屈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其实 最重要的 我们要了解 虽然 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思想 我是不是最合适 讲的人 我讲的时候 的时机 是不是最恰当 我讲的话 有没有带着温柔的心 所以在那种情况当中 我都没有思考这些事情 以至于呢 在当中就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所以你可以了解 当我们服事的人 若是没有追求圣洁 合乎主用 了解说 到底神的心意 是不是我这样子做 讲这些的话 否则的话 我们常常会产生 事工当中的矛盾跟问题 所以神屡次给我们机会 最主要是脱去我们身上这些 这些的坚硬 扎人的这些东西 让我们的讲话也好 态度也好 行为也好 能够越来越合乎主用 在我服事的当中 我早年是担任执事 这各位也都已经听到 我有一次在执事会当中 发了脾气 发了脾气 我认为是易怒 因为在那时候的执事 有一些人要把牧师赶走 那我是保皇党 我觉得怎么可以有这种事情 所以在开会当中 我就发了脾气 用力地拍一下桌子 那这事情呢 当然就产生了很多的后果 这后果呢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矛盾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这个事情 再怎么样 我也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这就让我提醒我自己 从此之后 我服事神 25年幕会的机会里头 我从来没有拍过一次桌子 因为一个牧者 不管什么样的事情 你一拍了桌子 你就输了 再有道理 也不能够说服人 所以任何一个牧者 必须在这当中学习 如何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当我们写气一出来的时候 事情就越来越复杂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了解 神屡次给我们机会的用意 是让我们除去这些 灵脚的这些 不讨神喜悦的东西 那在旧约的当中 有一个人叫做雅各 他是神所拣选的人 为了是要承受 亚伯拉罕应许的人 他也曾经历时 要回到迦南去侍奉神 但是当他从哈兰 回到迦南地之后 他就住在世间许多年 他完全忘记了 当初对神的誓言 神做了一件事情 就在创世纪34章 他的两个儿子犯了大罪 西勉跟立位 屠杀了世间层的男丁 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 没有多少的人 旁边都是家人 他们杀了一个城里头的人 那其他城来 起步也要追杀他们吗 所以在这种存亡围局的时候 雅各才猛然想起要投靠神 感谢神 神怜悯他们 让周围的家人心生惧怕 以至于他们就不敢追杀他们 但是神要他们在这过程当中 成为圣洁 除掉他们家中的偶像 要自杰回到神的面前 当雅各照着做的时候 神就继续的赐福他 使用他 所以我深圳相信在今天的你跟我 当我们在生活当中 假如遇见困难的时候 也是一个机会提醒我们 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有一些 要除去的事物 是不是有一些不讨神 所喜悦的言语行为 因为我们主不愿意 我们长久处在那种 远离神 得罪神的环境当中 我们的主乃是邀请我们 重新回到他的面前 成为一个合乎主用 也能够见证主的人 那约拿的例子就让我们看见 他非得要回到神面前 神才能够继续的使用他 感谢神 约拿悔改了 然后在困难当中呼求神 他也回应了神的呼召 神总是给我们再次的机会 只要我们回到神面前 认罪悔改 存圣洁的心来侍奉神 所以如同约拿一样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 不管是神约身 或是教母同工也好 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时间 也会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会得罪神 甚至得罪人 在那时候神仍然会用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 那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就应当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来侍奉他 我们应当心存感恩侍奉 这也是我们早上已经谈过的事情 感恩是一个服侍的基础 感恩是一个服侍的基础 有一个人传来一个电邮 那这个资料呢 也是挺有趣的 也很可以提醒我们 这电邮上面讲说 假如你有冰箱 有房屋住的话 你已经比全世界 百分之七十五的人 还要幸福 我们当中 我相信 是有冰箱 有房子住的 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人的话 我们已经比 全世界四十五亿的人 还要幸福 假如你在银行 有存款的话 你已经比世上百分之八十的人 富有 有存款的话 那我相信我们 多多少少都会有存款 第三个 假如你早晨醒来 还是健康的话 你比一百万 熬不过今天的人 还要健康 所以我们 早上醒来 就应当感谢神 有的人 过不了今天 第四 假如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 挨饿 被关 被刑罚的话 你已经比五亿人 还要幸福 我们感谢神 我们是生活在 这一个自由的国土当中 第六个 假如你去教会 不受干扰 不惧怕受逮捕的话 你已经比世界上三十亿人 还要蒙福 我们在这边聚会 实在是好的无比 有这么好的敬拜团力 带领我们 但是 在世界上 有很多被逼迫的基督徒 他们没有这种福气 第六个 假如 我们的父母还健在 而且没有离婚的话 你已经比大部分的美国人 还要好了 那我们 有孩子 在读书的人都知道 很多的 他们的同学 父母 婚姻 家庭 都是又受伤受损的 第七个 假如你可以看书的话 你已经比世上 二十亿个文盲 还要幸福 这些事情 无非就是提醒我们 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福分 那我们有这么多恩典 我们应当来感恩 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感恩的是 我们拥有一位 爱我们的主 拯救我们的主 也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 我们已经得了永远的救恩 这是我们穷其一生 也无法赚得的福气 在更多前书 十五章第十节讲说 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 这句话给我有很大的感受 因为我在神圈毕业典礼的时候 大家就戴着帽子 黑的帽子 当我们在procession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个人的帽子 上面写的个人多前书 十五章第十节 就是这节经文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 没有错 我今天在各位的面前 能够分享神的话语 这也是神的恩典 你知道吗 我已经讲过 我的英文是不好的 我在神学院当中 最差的一门课 最差的一门课 是讲道学 原因是什么 听说这边陈爱光是教授 也研习了我们达识神学院的规矩 我们达识神学院的规矩是 讲道 不准带 讲稿 唯一能够带的就是 圣经 对我们 非英语 戏的人来讲 我们怎么过这一关 所以我们只能够十倍 十倍 结果我背了半天 一上了讲台 面对前面的教授 还有同学 然后后面又有一个录像机 照着我的时候 我讲了第一句话以后 我就不知道该讲什么 完全忘了 讲话就结结巴巴 结结巴巴 然后教授就讲了 你晓不晓得 假如你在电台当中 给你五分钟讲道 你已经讲了十分钟 你知不知道 我说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得的分数是 一个很大的息 这是我神学院当中 每一课里有 最最最差的课的成绩 就是讲道学 若不是教授的年名 我绝对过不了关 用英文讲道 不准带讲稿 神的恩典 但是你知道吗 还不是这样子而已 今天中午的时候 有人问我一些问题 问我说怎么去 寻找墓会 我告诉大家 我毕了业之后 因为我是在美国信主 我没有什么人脉 我那时候很可惜 也没有认识 刘副理 牧师 我是林院长 他们至少给我介绍一下 没有 所以呢 我去几个教会 面试 那第一个教会的面试是 当时候我实习的一个牧师 所介绍 那就到 Miami第一进行会 那我们夫妻两个人一起去 那面试的过程 也都蛮顺利了 回来之后 他们也给我们 一个聘书 但是呢 我不敢去 原因是什么 因为那个教会呢 是中英文合在一起 对 然后呢 整个的程序都是用英文 报告唱诗等等 都是用英文 然后只有讲道的时候 中文牧师讲中文 然后帮你翻译成英文 我一看到这种情况 我就怕了 所以我就不敢去 不过简单来讲 到最后神的年名 我最后去那个教会 是我到神学院的 Replacement Service 那就是帮助毕业生 寻找牧会 那看的全部都是英文教会啊 Right 就只看到一个 居然还有一个中国教会 所以我就投了履历表 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们去 然后最后我们也觉得 神带领我们到那里 我们就去了 但是呢 你可以了解 我是很害怕讲英文的人 但是我们的神 是非常幽默的 因为我在这边 牧会的五年 在第四年的时候 神就感动我说 要成立英文崇拜 那请问 那请问英文崇拜的讲员是谁啊 就是在下 所以你可以了解 我是非常紧张 也害怕 双脚都会发抖的人 用英文 感谢神 神带领这样过来 那神的恩典 使我也使各位成为何等的人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之后 我们应当心存感恩来侍奉神 如同约拿一样 神给他有第二次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要看呢 那就是约拿书的第三章五到十节 那这段经文呢 我们来熟悉一下 我们先念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 来 尼尼维人信服神 神便宣告 从最大的到至少都穿马衣 这信息传到尼尼维王的耳中 他就下了宝座脱下草府 披上麻布 坐在灰中 他又使人便告尼尼维通臣 说王和大神 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 牛羊不可吃草 也不可喝水 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 人要窃窃求告神 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 神转意后悔不发列入 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 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 约拿侍奉 也就是前往尼尼维宣告 审判的信息 结果带来宁立为人的离弃恶行 神因着他们悔改 就不降灾在他们的城里 约拿侍奉 他的结果带来的乃是福气 这是神要我们服事的目的 不管是我们解经也好 我们带领聚会也好 我们辅导也好 我们教主学也好 我们带人查经也好 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 那就是要传递神的恩典 我们事奉的目的是要造就人 荣耀神 传救神的恩典 神期望的就是宁立为人 能够有机会听闻审判的信息 好让他们可以选择离开他们的恶行 因为我们的神是期望人们离恶归向神 我们的神是期望人离恶归向神 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 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神既然是知爱的神 又是公义的神 因为他是公义的神 他必要审判人 刑法所有的罪 要因为他是慈爱的神 所以他要我们神所救赎的人 把福音传给罪人 把福音传给还不认识救恩的人 好让这些人可以离恶归向神 如同我们当年一样 得着耶稣的救恩 神的心意在彼得后书 第三章第九节也同样的启示出来 神所应许的审判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他期望人人都离恶归向真神 那约纳在尼尼维城的侍奉 实在是人类历史当中 可以讲最大的复兴之一 因为他的讲道 他的讲道 带来整个城的悔改 为什么呢 有的人说 可能是因为不久之前 在尼尼维城曾经发生过月始啊 或是当地的饥荒啊 或是亚述帝国 他的国事的衰败等等 但是我觉得 应该是约纳 在鱼的肚腐当中 所带出来的奇特见证 水手们会见证他 他自己身上奇特的现象 也会见证他 我相信一个在鱼腹里头待过人 不会像我们一样 因为鱼里头胃有胃酸 所以很可能他已经被漂白 被漂白 而且半白半黄 因为以色人也是黄的 所以半白半黄 在这种情况很可能 因为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这样讲说 约纳成为尼尼为人 约纳怎样为尼尼为人 成了神迹 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人 成为神迹 所以尼尼为人的面前 看到约纳就觉得是个神迹 可见他本身一定有一些特殊的现象 但是我告诉各位 最重要不是这些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是圣灵的感动 因为约纳从十里复活 就成为极有人力的生命见证 约纳传讲神的话语 就成为极有人力的真理 我再次讲 约纳从十里复活 就成为极有人力的生命见证 他所传讲的神的话语 就成为极有人力的真理 这也是你跟我今天 每一个侍奉神的人 都有的东西 我们从十里复活的见证 是生命的见证 我们所传讲神的话语 是真理 你跟我都已经有约纳所拥有的 神也盼望你跟我在这世代当中 在世人的面前成为神迹 我们每一个人 信主得救 都是从十里复活的见证 我们以前是怎么死在过犯之中 我们今天怎么能活在神的面前 用的神迹 神所用的见证人 因为我们神乐意让他的恩典 因为圣经讲神是爱 神是不可能停止爱那些背逆他 抵挡他 这些的人 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感受到呢 我常用个例子来解释这件事情 假如你到我们凤凰城来看我们的话 非常欢迎 凤凰城被称为 太阳谷 意思就是我们太阳从来不缺乏 一年大概只有十五到十八天是下雨的 其他都是晴空万里 没有云的蓝天 所以太阳光是白天肯定都照得到 但是人们可以选择撑起阳伞 可以选择进入房子里头 可以选择在树荫底下 那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一个人需要了解的道理 神不可能停止爱你跟我 即使我们背逆神 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撑起阳伞 我们可以选择进入那犯罪的环境当中 以至于我们感受不到 领受不到 经验不到神的爱 不是神不爱 而是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 所以神盼望我们能够除去这些的罪 回到神的面前 好让人可以得着神丰富的恩典 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来解释第十节 神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为的人 为什么 因为尼尼尾的人上至君王大臣 下至平民百姓 甚至深处都匹马蒙徽 表明他们为罪痛悔 离开恶行的决心 既然敬畏神离开恶行 如同你把阳伞收起来 你就在太阳光底下 自然的你就被太阳光所照亮 同样你离开恶行的时候 神的爱神的救恩自然就临到他们身上 所以就表明不是神后悔 而是人改变 是人后悔 所以他在这里所讲 是站在一个神主权的角度来描述这件事情 但是神的旨意原则从来不改变 是人改变了 所以得到这个救恩 我们感谢神 我们今天所传的道理也是这样 我们盼望人们能够离开 他们的恶行 不信主的状况 愿意谦卑地来到神面前 打开自己的心门 神的爱 神的恩典就立刻临到人的身上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普天下人的罪而死 约翰一书已经告诉我们 他成为我们的晚会祭 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而死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 我们就得着 所以让我们了解 我们在信主之前 也是该死 但是如同邻里为人一样 悔改之后 神就赦免他们 神照样赦免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 神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 只要人们离开恶行 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神就将救恩在我们身上 把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 当我们得着重生之恩之后 当我们得着初始入生的恩典之后 我们岂可不存怜悯的心 去侍奉其他的人呢 因为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 也是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 我以前读的大学是中原 那个时候不叫大学 中原理工学院 我们班上有一个基督徒 非常的虔诚 虔诚到一个地步 他会常常穿着 我是罪人 后面是讲的信主得永生 然后就穿着这个袍子 到那时候的大巴站 去传福音 发单赞 那个时候 我都是讥笑他的人 感谢神 神没有说 你就被放弃了 神能量用各样的方式 怜悯感动我 所以当我今天看到那些 还没有信主的人 他们这样的顶 顶我们所传的福音的时候 我心里头 不会生气 而是觉得怜悯他们 因为我以前也是跟他们一样 我以前也是跟他变的人 甚至我在U.T.O.S. 念英语生的时候 我的教授是个基督徒 有一天我们在学校里头 教室的画图师里头聊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谈到耶稣基督的道理 我就嗤之以鼻 我说你们的神太小了 你看佛教是博大精神 这个条条道路归罗马 不一定要信主 那感谢神 他没有把我当掉 还是让我过关 但是我可以了解说 我还没有信我这些 我就是这样的人 同样跟人家变 所以神要我们 存一个怜悯的心来侍奉神 因为我们自己跟约纳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应当存一个感恩的心 怜悯的心来服侍神 有部电影 这部电影叫做The Doctor 这电影里头男主角是一个叫 Jack McKee的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 但是他很大牌 他的病患多呢 而且要带着实习医生也多呢 所以常常对待病患的态度 就十分的恶劣 没有耐心 常在手术台前 开玩笑 嘲笑这些病患 直到有一天 他自己得了喉癌 在治疗过程当中 他才体会出病患的心情 因为他如同其他病患一样 要填许许多多的表格 要联络许多多不同的门诊 要做许多多不同的切片 然后要等候医生们的报告和听诊 也经历过手术跟化疗的痛苦无助 在这些的经历当中 他终于了解了一个癌症病患的心路历程 当他康复之后 他谦卑悔改 存怜悯的心来对待每一个病患 我怕我们每一个人 也是要学习这种功课 让我们了解 神今天把我们摆在这个 非常特别的地位 无非是为了让我们 存一个怜悯的心 来代表见证耶稣基督的心肠 然后把耶稣基督的救恩 介绍给其他的人 感谢神 我们的主是一个 非常黏民我们的神 他自己亲自变成软弱的人 让我们能够来效法他的服侍 那我们在服侍的时候 会不会碰到这些问题 有一回有一个 一对的男女朋友 找我来做婚前辅导 因为他们要结婚 然后在辅导当中 我就问他们 各自住在哪个地方 结果他们就很不好意思 讲说他们是住在一起 那在这时候 做牧者人要怎么办 把他们两个 大骂一顿 我不为你们证婚了 还是你要怎么做呢 感谢神 神那时候给我有一个 智慧跟怜悯的心 我说 我很乐意来为你们证婚 因为你们都是信主的人 但是我必须要跟你们诚实地讲 也诚恳地讲 也肯定地跟你们讲 在结婚之前 我要你们分开 住一个月 感谢神他们答应 如何在我们所服事当中 能够存一个 黏敏的心来 对待我们 所服事的对象 是需要有智慧 如何能够建立其他的人 造就其他人 使他们能够了解 怎么走在一个神 所喜悦的道路 感谢神 他们两位就 非常顺服地 分开住一个月 然后他们就 欢欢喜喜地 进入殿堂结婚 所以在当中 让我们体会神的心意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我们都曾经犯过错误 但神要我们 不是做一个定罪的使者 而是做一个 使人跟神和好的使者 求神帮助我们 用一个怜悯的心 来服事神 最后在约拿身上 我们看见 神拯救我们 乃是要我们 侍奉他 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 去侍奉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将要 经历神的大能 看见人们 归向神而蒙福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将会 体会神的心意 而增长自己的礼命 我们服事神的人 神给我们 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要我们 能够站在神 怜悯的角度当中 来服事对方 我在第一个教会 服事的时候 很忙 因为我是唯一的 全职人员 所以呢 周报 我自己要做 开门关门 我自己要开门关门 甚至马桶不通 也是我要去把它打通 所以你可以了解 在那种情况当中 是非常忙 那那时候又 碰到要建塔 那我们买了一个 九一亩的地 然后要盖塔 那这个地很多的树 那有一个 十二年级的 senior高中生 他常下课之后 就来找我 我说实话 信头也很烦 我有很多的事情 你干嘛每天都来找我 原因是因为 他是一个破裂家人 出身的人 他已经最后一年 学校也已经有了 所以呢 他就不想去上课 然后就跑到教会来 找我 那我是在教会当中 唯一的人 当然就是只有我 跟他谈话 所以我们就常常 只好就说 我就想说 那你去帮我砍树吧 反正这教会 教堂里头 这么多树 你就帮我砍树 他年轻人很高兴 去砍树 然后砍完以后 又回来 然后我们就常常 就坐在教会 还没有盖之前 那个草地上 我们就看看 这夕阳 跟他聊聊天 他就跟我讲一些 他心里头那种的心态 他回家 爸爸已经不在了 跑到别的地方去 只有妈妈妈妈要上班 他一个人 所以他希望能够来这里 跟我聊聊天 所以在那时候 虽然我心里头 也是有点烦 但是也是 带着一个年轻的心 也跟他谈一谈 那后来我就离开这教会 到了凤凰城 但很感谢神 这年轻人 后来成为一个青少年牧师 他写一封信来 谢谢我 当初愿意听他的讲话 所以就让我想到 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服侍神的人 我们的机会 神给我们有很多机会 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 存一个感恩的心 怜悯的心来 对待对方的时候 You never know 你永远不知道 你将来带出来的国效 是什么样子的国效 但是我们神 要我们就是 像约拿一样 愿意来服侍他 因为神给我们 一次 两次 三次的机会 那在这时候 我要请大家 跟我唱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 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 我们可以放吗 那请各位站立起来 好不好 一粒麦子 我们每一个人 都想一粒麦子 除非我们愿意 舍己破碎自己 才会结束 百费的 他若不落在地里 死了 不过落到多少时刻 他人就是他自己 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 没有你 就必结束许多子力 经历生命的奇迹 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 他若不落在地里 死了 不过落到过少时刻 他人就是他自己 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 被勇气 就必结束许多子力 经历生命的奇迹 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 那时即将种子落在地里 在世上生命 必烦的生命 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 放下自己为赢得的权利 在我深藏陈旧 你之意 一粒麦子 他若不落在地里 死了 不论过了多少时刻 他人就是他自己 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 被拥挤 就必结束许多子力 经历生命的奇迹 我愿意 主我愿意 那时即将种子落在地里 世上生命必烦的生命 主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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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下自己为赢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成就 你之意 我们愿意放下自己 以为赢得的权利吗 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 能够发光 结出许许多多 主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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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即将种子落在地里 在我身上成就 世上生命必烦的生命 放下 以为赢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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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结出许多自力 经历生命的奇迹 父神我们愿意在你面前 因为我们都是一粒麦子 也都有生命在我们里头 这麦子的用意 麦子被创造的目的 就是要结出许多自力 求主祢使用我们 是福我们 每一位在主面前 立定心志 恒久跟主的人 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是福使用我们 张道高峰高 耶稣基督 阿们 各位请坐